大家好,我們做的是波動愛玉QQ 在食安問題下,愛玉通常都是以人工手洗的方法製作 而我們今天以超音波的方法來製作 更省時間及能力,也衛生 這才是我們的超音波萃取機器 我們是以超音波的空穴效應來震盪愛玉子中的細胞幣 使它破壁來萃取出其中的膠質 這是我們利用這台萃取機來萃取出來的28K的愛玉 40K的愛玉及70K的愛玉 它幫自己一段時間後都會凝結成膠形成愛玉 這次我們將愛玉子放入電子秤中 以每5克的方式秤量 來秤取愛玉子在愛玉的比例 將愛玉子放入網中 然後把它蓋上 放入超音波震盪槽裡 放入超音波震盪槽裡 使它震盪30分鐘 組兒 被愛玉子放入 50K中 加 всех 10K中 系 以及28K中 然後依序打開震盪槽的28K stall 40K cardi 大 其他震盪 這支是PHG,我們要先以PH校正液來校正PH值, 並將PHG放入40K中、70K中及28K中來測量它PH值的差異。 這支是氧化還原的測試比,我們先以它的校正液來校正以氧化還原測試比的誤差值。 之後把氧化還原測試比放入40K中、70K中、28K中測試氧化還原與這三種不同頻率的關係。 而這支是總固體溶解率的測試比,我們要先以它的校正計來校正測試比的誤差值。 之後,校正後並且把測試比放入40K、70K及28K裡,來測試總固體溶解率在這三種頻率不同下,而產生不同的變化。 而這支是電導測試比,我們要先以它的校正義來校正電導測試比的誤差值之後,把測試比放入28K、70K、40K中,來測試電導對它的不同。 經由以上的實驗,我們證明了愛玉子除了用人工出息的方式,可以運用超音波的空穴效應來震盪出愛玉子中的植物膠,顛覆傳統的做法,以達到省時省力。 衛生病可以大量生產。 經實驗測的分析,發現由超音波28K的震盪效果最好,凝固最快。 其次為70K,最後為40K,三個條件都能凝固。 由於使用超音波創新方法,也可對其他含有膠質的植物如山藥、木耳、天草、蜂蜜、海帶、蓮藻、栗子、菇類、秋葵、蒟蒻等生產製成有新的突破。